兄弟们,我又又又又破产了 想要快速发芽致富 请问除了跑刀还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是找我乔尔大哥了 我发现文森哥是我富有时候的知音 而乔尔大哥则是我破产时候的救命稻草 看看,这次给我刷了一个四行任务 不仅有两万四的经验值 还有六万的科恩币 六百五的福利积分 这积分可是可以换衣服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巨箱礼盒 看看,里面有四个大金 如果欧皇附体开出个大金 那一个任务可以直接赚上百万 这任务不能不做呀 来看看内容,潜入作战 用伪装者在山谷暴徒六名敌人 是不是感觉很难 注意啊兄弟们 淘汰六名敌人,人机也算敌人的 这样一看是不是简单多了 这任务简直就是白送钱啊 走走走,伪装山谷走起 虽然这任务比较简单 但是也得注意技巧啊 首先是暴徒的手法 不同的武器是不一样的 这把我们随机的武器是UZI 那只需要瞄准头部扫射就完事了 第二个点就是去哪找人机 人机最多的地方应该就是海滨别墅 以及山谷村庄了 还有啥说的,直接走起去完事了 这里就有一个憨憨人机 让我们对他心存感激 谢谢他送给我们的业绩 带上我们最诚挚的祝福 一枪开瓢,再见 哎,怎么事又失败了 我把我的祝福收回来 啊,搞错了搞错了 另一个任务失败了 乔尔大哥的任务还是在的 谢谢啦,人机兄弟 光打人机确实没什么意思啊兄弟们 正好前面打起来了 走着,我们去做做热闹 两个脚步 这个应该是真人机 不慌不慌,先等别人过来打 等会儿他还有队友 不管了,先暴头再走一个 往后拉扯一下 我猜剩下的这个人 应该是在房车门口架我 猜得没错,直接暴头干掉 爽啊,无伤一打二 还都是暴头完成的内务 等会儿还有脚步 应该是这个人机的 瞄顶头部,直接扫射 哎,完蛋,他的头盔挡了一枪 结果最后一发子弹 应该是没打到头上 不算暴头即杀 不慌,我们舔一下盒子 再去别墅里面找找AI不就好了 都这个时间了 里面怎么还有枪声啊 稳住慢慢走 假装自己是一个人处无害的人机 看到没 这就是个伪装者 瞄顶豪,直接暴头干掉 这个人机怎么这么肉啊 打不动啊 完蛋,侧边又来个人机 给我打了个大残 索性第三个人机都被我解决了 还有一个,我打 哎,再打 任务完成 嘿嘿 走,再去二楼看看 哎,有人,直接瞄头打 打了一整局的暴头 都下意识到瞄顶头打了 看这个人的三级甲 幸亏我打的是头啊 要不然我的子弹根本打不过他 好了好了,超额完成任务 快撤快撤 光这一局就挣了四万 再提交个任务又得六万 还有个巨像礼盒 兄弟们,看这暴率 你们猜猜我能得到什么 没事个不值钱的蛋挂 或者背包就好了 给我开 又是六万块 哎,看来我是根本无缘 金狮子花瓶 还有宝石项链 但是也还不错啊 总理来说挣了十六万 关键是还练习了暴头 这种任务大家不要不做啊 OK,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不要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拜拜